回去有些細節講 還是不太清楚 沒關係 回去再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影片我想我都把它放在那個論壇裡面 你們回去自己再稍微把它看一下 那當然有問題的話 歡迎你也可以在那個影片的下方 直接問問題也可以啦 歡迎因為 說真的有的時候你上課的時候 一下子你也不知道怎麼問 而且可能那時候你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那沒關係 如果你回去複習的時候發現有問題 隨時都歡迎你可以把它提出來 那你不要一直會認為說 可能會不會老師會覺得你這個問題 好像不是很好 怎麼會問這麼簡單 那沒關係啦 反正你至少你問我的問題 我至少知道說原來你們這些是問題 因為有些時候我本來不覺得那是問題 但後來同學很多同學都問一樣 所以我會特別再把那個地方 再稍微說明一下 尤其像這個K等於K加1 我發現很多同學一直腦筋轉不過來 為什麼 因為一直 可能是因為以前你上的數學課 上太多了 所以有這個數學 數學裡面等號你就被那個等號給制約了 可是那個等號 跟這個等號 其實 在符號上是一樣 看起來 但實際上意義不一樣 程式裡面的這個等號是把後面的計算結果 放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還有剛剛我們那個程式裡面不是有一個敘述 這個敘述也是一樣 這個敘述是把後面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前面的儲存格裡面去 所以這個我會覺得說 因為同學很多時候問問題 我會發現原來你對那個等號有一點 有點怎麼講 有點誤解了 雖然也是等號 可是你不能把那個等號當成是以前你那個 數學裡面的那個等號 因為畢竟是 我是覺得是不一樣的東西 OK 所以 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這相關規則可能慢慢記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程式的規則裡面還蠻多的 那你只要這些規則 我覺得你只要稍微記熟 當然也沒有說一定要10倍啦 你可以 從應用當中 你從常行用之後你慢慢就記 就記得起來了 OK然後慢慢多用 你就會發現這東西 其實還蠻不錯的 可以幫助你解決很大的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那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呢能夠把那個大樂透 歷史資料 這個網站 裡面的資料 全部 都把它下載到底是有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那以前的做法是你可能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有沒有 那如果67額你可能要做67次 也不得了 如果假設你 要抓的資料每天都會更新的話 那你豈不是每天都再來一次 甚至有一些那個金融相關的資料 他是每 你每分鐘都更新那怎麼辦 你每分鐘都還要再一次嘛 那你根本就沒辦法了 而且有些時候啦 還有時差問題 國外的資料怎麼辦 你美國 現在 假如我們現在晚上他白天 對不對 那如果 你假設你半夜 對不對 那他資料 他股市剛開盤 你剛好在睡覺 那豈不是你不用睡了 你半夜起來 你要去抓資料嗎 不是啦 所以你可以透過電腦 電腦不用睡覺嘛 你開著就好了 而且VBA裡面 還有一些方法 他可以有點像鬧鬆一樣的 這個 盤數 他可以直接設定時間 時間到有沒有 就去執行你要做的動作 比如說抓網路資料 抓下來分析 如果有什麼異常 比如你有一個演算法 有什麼異常 再通報你一下 如果沒有異常 那就OK了 對不對 甚至現在很流行 城市交易 甚至馬上就做一個交易 哪一個 演算法結果出現 那個 買進 馬上自動 城市交易自動買進 賣出 自動賣出 那根本不需要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很多金融的處理 其實很多都不是人工的 都是用電腦 OK 都是用程式 所以根本就可以不需要 顧慮到那個時差的問題 因為反正電腦在跑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的需求很簡單 不過跟各位講 這個有一點是 比較 簡單版本的一個爬蟲 因為爬蟲的水很深 只要講到爬蟲 它不得了的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 如果要做個簡單的爬蟲 那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剛剛有講樂透雲 那你們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這個網站 這個就是這個網站上面的連結 那它這個點ASB 其實這就是它一個程式 那它怎麼運作 你會發現 當你點了第幾頁的時候 你觀察一下上面的 第一頁的話 你會發現 它上面的網址 它會出現什麼 你會發現一個問號 你看 後面有一個參數 叫indage page 等於1 and 後面另外一個參數 叫orderby 等於new 顧名思義 新的在前面 舊的在後面 然後你要顛倒 就orderby 等於old 應該就可以了 orderby 等於old 那假如你要第2頁怎麼辦 第2頁當然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點 點這邊 變2 第2頁 這邊會變2 那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不點下面 我變第三頁 我不是把indage page 等於3不就好了 對 其實沒錯 第3頁就出來了 所以 其實呢 這個網頁 上面如何取哪一頁的 這個資料 很簡單 就是透過什麼 這個叫URL URL傳遞 參數 這個叫參數 問號 後面傳的這個東西叫參數 參數的值 什麼參數傳什麼值 那其中的話呢 這個URL 這個網址 有哪個地方改變 就只有一個 就這個 所以將來我們可以寫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 1到67 有沒有 第一次就給1 他就幫我把第1頁下載下來 第2頁 有沒有就把第2頁下載下來 所以 第一個 概念大概知道一下 indage page 可以透過URL 去傳遞參數 OK 所以 請各位 回去可以再觀察一下網頁上面 網址上面的變化 那這個通常 很常看到 你們可以觀察像那個一些電子商務的網站 他也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在傳參數 OK 不過這個有個專有名稱 叫get 其實你們暫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不知道沒關係 這叫get 但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會發現 老師他有參數耶 可是為什麼我看不到參數 比如說像什麼 我登錄那個帳號密碼的時候 老師為什麼帳號密碼 我一登錄上面沒有顯示一個問號 參數的時候 當然啦 如果帳號密碼都給你看到的話 那 那這樣還叫帳號密碼嗎 密碼 就是不能讓人家看到的 所以另外一種傳遞方法 就是這個看不到 那在這邊看不到不代表看不到 他是包裝起來 打包起來放在內部 可不可以再找到 其實可以啦 另外一個方法叫poster 大概有概念就可以了 poster poster有點像什麼 打包之後再傳參數 另一張別論 目前比較常用是這個get 第一個大概有概念的 好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 寫一個程式 把所有資料抓下來 該怎麼做 當然我想了很多方法 其中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 我們可以 利用那個什麼呢 資料裡面有個叫 從web 這邊有個功能 有沒有 在seal裡面有個叫 從web的功能 其實這個從web的功能 也可以抓資料 但是問題來了 你比如說你抓 他可以抓一頁 可是下一頁的 沒關係你可以先 先抓第一頁的這個程式 然後再來修改就好了 OK 那可是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從web的這個 錄下來聚集程式 在新的版本跟舊的版本錄下來不一樣 那我後來發現 好像舊的版本錄下來的 比較精簡 所以我就拿那個以前在 也是有2010錄下來的程式 放在 這個雲端上 所以你們可以找一下 待會的話 第一個 你就不用重錄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自己錄錄看 從web有沒有 你可以再去 把網址貼上去 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有沒有 但是我發現新的版本 沒有比較好用 比較複雜 OK 那我們就用舊的版本錄下來的程式 那你們不用重錄了 你們就是直接在 開發人員這邊 Video Basic 然後直接把一個範本貼過來 那在貼之前 請你在 你們的Excel裡面 開一個新的 工作表 工作表 也許名稱給一個叫大樂透 假設我今天 我要把資料 通通都放在 這一個 工作表裡面 好 第二個的話 切到Video Basic之後的話 你們可以看一下雲端 數學函數裡面的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第幾頁 你再往下往下這邊 這邊有一個就是叫 範例程式 有沒有 然後呢 從頭到尾在這裡 大樂透歷史 有沒有大樂透 下載 然後Ctrl C Ctrl C就是 這個減號到這個減號 有沒有 Sub到N 這一段喔 把它Ctrl C 這樣就OK了 那你可以把這個當範本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直接貼到我們的 這個模組 最下面好了 放在同一個模組 那 接下來呢 這一段程式 主要跟各位講一下 他是利用 有一個 物件叫 Querie Table Querie Table 特別注意喔 所謂的Querie Table 顧名思義 Querie就查詢 Tables 指的就是 網頁裡面的 表格喔 所以 顧名思義喔 這一支程式喔 這支程式喔 只能夠用在 網頁裡面 它是用Tables 的標籤 寫出來的喔 如果它不是用Tables標籤 很抱歉 不適用 你就要用別的方法 特別是只能用Tables標籤喔 OK 是一個表格喔 然後呢 那add一個connection 關鍵的地方就是 UIL 封號 後面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串喔 一直到後 雙引號 有沒有 封號到 後雙引號中間放什麼呢 其實這一段喔 主要是放 我們剛剛的樂透雲 裡面的什麼呢 In-Page 等於1 假設我要抓第一頁喔 那就是這個 比如說In-Page 那 我把這個連結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就是貼到這裡 URL其實是網址 封號後面這個把它貼上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會抓到 第一頁的資料 好 那放哪裡呢 Distination 等於 A1 意思是說 幫我下載之後喔 直接就放在A1裡面 那底下的話 還有一個參數 可能要特別小心 叫做WebTables 等於5 這什麼意思喔 意思就是說喔 我這個 網頁裡面 這個網頁裡面喔 我要的 表格 我這個表格是 放在第5個 那可是我怎麼知道是第5個喔 有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不過這個 有一點點稍微難度喔 我的用法是這樣喔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假設你暫時不熟悉也沒關係 第一個我先把日期兩個字選起來 按右鍵 檢查 OK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 有沒有看到喔 日期 它現在 背後的原始碼 其實它就是一個TD啦 TD就是儲存格 那它一整列的話就是 TR 所以你會發現在上一層 TR 在上一層呢 就是 TBody TBody 就整個表格啦 然後在最外面呢 就Table Table的話實際上就是 其實就是整個表格的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喔 已經知道說 我的標籤喔 那各位注意一下喔 標籤一定是小於開頭 有沒有 然後一個Table 那它的位置剛好在第5個 那我怎麼知道第5個喔 我的做法這樣 各位 順便參考一下 第一個我想把這個Table點兩下 Ctrl C 然後再Ctrl F Ctrl F的話是針對 所以 這個網頁的原始碼 幫我搜尋一下 Ctrl F 好 幫我找一下 Table 記得喔 在Table前面加一個小於符號 為什麼要加小於呢 因為網頁裡面的標籤 就是那個 Tag標籤喔 它一定是小於開頭 沒有小於開頭 不是標籤 那接下來你可以看到喔 在這一個 網頁裡面喔 總共有幾個Table 的標籤 你會發現這會顯示出來 喔 總共有七個 但是我現在我要的這個到底第幾個呢 我怎麼知道是第五個 其實我做的方法跟各位講一下喔 很簡單 這邊不是有向上向下 第一個它目前停的應該就最上面 下一個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如果下一個 他會跟你講說 你第二個在這裡啦 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一塊 有沒有 你們如果注意到 第三 有沒有 再做一次 1在這裡 這一塊 2在哪裡 2在這一塊 有沒有發現 請注意一下那個左邊喔 因為我如果移過去 他好像就跑掉了 2 3在哪裡 3在這裡 一整個 4在哪裡 4在這裡 5的話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5 有沒有發現 5就是這一塊 那表示說呢 我要的表格 是在這個網頁裡面的第五個 OK好那我知道這個訊息之後的話 那我就可以 把這個數字 填到這裡來 OK所以喔 我們重點喔 主要 你們可以套用類似的範本 第一個是這個網址 有沒有 第二的話就這個 網頁裡面的第幾個表格 這個 不過這個找可能要 還是要稍微 自己稍微動一點手 稍微看一下 那我剛剛做法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 其實就是 按右鍵 檢查 跳過來之後的 然後呢 我的習慣是找到table的位置 那我想知道第幾個 我就Ctrl C 先把這個複製 然後貼到Ctrl F 前面加一個 小於符號 那我就說 他剛好第五個啦 好那再來的話我就試一下 這一段程式 把它run一下 那其實喔 你們就可以run 執行看一下 他有沒有把 第一頁的資料抓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喔 你run之後喔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顯示出什麼 20 22年的8月30號 星期二的 這個號碼在這裡 有沒有然後星期五的 有沒有在這裡 那你就想說 那老師如果我要抓page2的 很簡單嘛 你就直接怎樣 把這邊改一下 indage page 等於2 但是如果你一直勤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 就會被擠 他一樣放在什麼呢 A1的話 那不對啊 他會 被擠到旁邊去啦 所以理論上應該要把這個A 改成什麼呢 後面1改成多少 Ctrl向下 91加1 應該92 所以這邊應該改成92 然後再執行 那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發現 indage page等於2就放在這裡了 那再來的話 indage page等於3 有沒有 這個應該改多少 一樣嘛 把游標放在這裡 Ctrl向下 182 再加1 那就183 所以這邊改183 再執行 資料又下來了 所以喔 我們其實有個範本之後 下一個階段要思考 那如果我要1到67頁的話 要 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 我indage page 這個 可以改成i 有沒有 第一次先抓 第一個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這個A1 你不能永遠是1喔 你必須是當第一次的時候是 A1 可是之後的話就是向下追蹤加1 然後把那個變數的值 放到這裡面來 那這樣的話不就怎麼樣 每抓一個page就向下放 向下放 向下放 那這樣的話不就可以全部的網頁資料 一次就全部下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一段程式 在雲端白板上面有 所以請你們找一下 在 雲端白板裡面的第四頁的位置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這個爬蟲還蠻好用的啦 我是建議你們還是至少要稍微 即便你現在還不會爬蟲 至少你要有個概念 因為 舉凡所有的data 其實都很多都 其實都在網頁上都可以找得到 但問題來 在網頁上面 如果那些資料 太龐大的話 如果假設你還是用Ctrl C Ctrl V 再慢慢負貼上 那你會發現你永遠都會有貼不完的資料 而且那個資料如果經常變動的話 那你又頭痛了 一個小時變動 一分鐘就變動一次 那不得 那還有時區的問題 比如國外資料 那你國外資料你比如半夜 再起來弄嗎 那不行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這些 都有必要 透過 電腦 程式 幫你代勞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大樂透歷史的那個範本 我是把它放在 第四頁的這一段 Sup 叫做大樂透下載 OK 那你執行的話呢 你就可以抓到 第一頁的資料 當問題來了我要遇到67頁的話 那我應該改一下程式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改 這個才是 比較大的問題 OK 那這個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練習看看 所以待會要改成批次下載 那如果你可以批次下載 OK的 因為我們資料就有了 那就馬上可以統計分析 這很簡單的 其實會爬蟲跟不會爬蟲 效率真的十萬八千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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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